《金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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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我是Joy Simon 讓哲學進入經營 建立企業成功經營 《金子哲學》 《金子哲學》 今天我們繼續談 《金子哲學》的第30條 把自己逼入絕境 我想把自己逼入絕境 其實就是挑戰不可能 當然這個挑戰不可能 有幾個含義 第一個就是個人、自己 還有公司資源匱乏 所以就必須要想盡辦法 或者說遇到問題怎麼辦 我先講一個例子 當時讓道勝和夫先生的 《金子公司》成為世界級的公司 其實有一件事情 就是拿到IBM的訂單 那時候在日本 甚至在其他國家 很多的競爭者 要拿IBM半導體相關的訂單 五六十年前金子 還是一個非常小的公司 只做那個幫Panasonic做CRT的電視 後面的一個小的絕緣體 一個才十幾塊的日幣 道勝和夫先生也覺得說 他必須要去讓自己的企業發展 他就直接挑戰這個 跟世界大廠來合作 所以當初要去跟人家爭 要去跟人家要這張門票的時候 其實就花了很大的功夫 甚至道勝和夫先生 乾脆就搬到宿舍 全心全意地來 把這個目標來達成 就是讓自己成為IBM的供貨商 其實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我們選定的方向 真正地下去做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其實終究它會成功 所以他也提出了所謂的樣品 給了IBM 但是被打回來 因為顏色不對 所以回來再繼續地去鑽研 那個顏色的部分 又隔了幾個月 它就送出去 真正地拿到了IBM的訂單 奠定地讓金石公司 成為世界級的廠商 很多人是說市值要挑軟的 但是我們在經營企業的時候 要挑硬的吃 所謂的硬的吃當然吃不下去 那你要思考 你要想辦法 怎麼樣把這個式子 它是硬的 但是你可以讓大家都可以接受 當然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說 其實最終打敗自己的 其實就是自己 所以如果你不想讓這些競爭對手 不想讓這個環境打敗 你必須要讓自己更強壯 內心那個聲音必須要告訴自己 你永遠是處在沒有退路的這個氛圍上面 還是那句話 必須要把這樣的意思 傳達給你的員工 讓員工也清楚 自己的目標是一定要達成 再來就是每一次做的事情 一定要超越目標 同時也在尋找自己的不可能 所以再次跟大家說 每一個企業領導人 必須要清楚 讓自己永遠都積極面對著未知的未來 但是要滿懷信心 我是Joy Simon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繼續聊哲學囉